大家好,我是焦东小玩 今天呢,回收了一台洗衣机 就是这个嗨耳的 这个洗衣机啊,用户说 洗的时候啊,噪音太大了啊 甩干的时候也是,噪音特别大 所以啊,他就不要了 然后,我当时也没多想啊 我一看这个洗衣机啊 以为是减速力气坏了 一般解速力气坏了,水干噪音大 然后用户,我也不知道找人看没看过啊 反正他说,噪音大就不要了 估计是毛病大了 不值得修的,所以他不要了 但是啊,我现在啊 我给他拉回来以后啊 现在试一下啊 看看这个噪音是哪来的 按启动 就是这么个声音 跟什么东西模式的 自拉自拉的啊 这个洗衣机啊,是个变频直驱的 没有皮带串动的 吸一下脱水 大家听不听就这个声音啊 一转跟磨什么似的 自拉自拉的 这个声音特别明显啊 现在咱们看看底下是哪的问题啊 这个就是洗衣机的下面啊 这个是变频直驱的 就是没有皮带传统 类似于滚筒洗衣机 直驱的差不多 这个是转子啊 转子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这个轮呢 动了啊 光荡了 再看这个螺丝啊 这个间隙很大呀 拿手去拧动了 这个螺丝啊 特别松 所以啊 它这个洗衣机的毛病啊 就是这个轮盘螺丝松了 松了以后 这个轮盘磨 磨里边这个定子啊 磨它 然后就产生 扎扎的声音 磨擦声啊 就这种磨擦声 跟磨刹车片似的 这个螺丝啊 不知道怎么自己就松了 这个是很少见的 现在一会儿 我把这个螺丝给它紧死 然后再试一下 海尔洗衣机的螺丝呀 一般都是 15毫米的 正好怼上 咱们一会儿用电动扳手 给它拧紧啊 这个镜头特别大 如果手动拧的话 不一定拧着 结实 现在就给它拧紧了 转起来是相当平稳的 现在咱们再打开洗衣机 试一下 现在洗衣机已经开始甩干了 几乎没什么噪音啊 噪音特别小 这个洗衣机啊 就这么点毛病啊 本来打算卖废品的 现在就可以当二手的卖了 卖个几百个块钱 一点问题没有啊 因为这个洗衣机 外观特别好啊 特别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的朋友请点击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